听到陈奕涵当众自曝生理反应后 又抢走自己老公 贾静雯连装都不装了 当时在一档综艺中 主持人让陈奕涵和黑道太子爷陈楚河 一起表演影视剧中的接吻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在主持人喊咖之后 一向有着精纯外表的陈奕涵 竟说出一番虎狼之词 此话一出 让见过大风大浪的陈楚河 都尴尬的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除此之外 陈奕涵还在节目中十分得意的声称 自己有过47个男友 原本这种事同贾静雯没什么关系 作为群众好友 他也只能祝福 但没想到陈奕涵的恋爱谈着谈着 却逐渐谈到了自己这里 那时的贾静雯和修杰凯已经结婚 不仅多次称呼其为爸爸 还时不时的到修杰凯家蹭饭 之后更是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自己和修杰凯的合照 照片中的他轻易地搂着修杰凯的脖子 宛如他们才是一家三口 这样的举动对贾静雯来说 颇有种挑衅的意味 可陈奕涵最终却并未和修杰凯走到一起 反而跟老诗人许富翔结婚生子 可即便都已经有了各自的生活 但当两人再次见面时 贾静雯却直接掠过陈奕涵 跟旁边的徐桓玉打招呼 但这也不能怪贾静雯 不顾镜头前的姐妹情谊 你好乖哦这么早就接电话了 我们现在就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 就忽然 我们两个泪疯了 我们两个泪疯了 你在哪 家里啊 我都觉得墙壁颜色变了 颜色都不一样了 你画很多了 毕竟这种事放在谁身上 应该都不会开心吧 对陈奕涵百依百事的徐富翔 真有那么爱他吗 陈奕涵饿了 老公徐富翔煮泡面给他吃 灯水烧开时 师傅相吐槽了一句家里乱 结果遭到陈奕涵连缓炮轰 为什么别人家里这么赶紧 我们家里向工厂 差不多吧 我们家很乱吗 我们乱真的打扫了 哪里乱 你觉得我们家很脏 你觉得我们家很常里乱 那你去住他们家 陈奕涵语气有些冲 师傅相听了有点不舒服 但很显然陈奕涵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拿着碗高级的准备装泡面 结果又踩了雷 就差不多一碗了 那剩了就 两个人吃一碗就好了 为什么分两碗 因为你不喜欢分享 你不喜欢分享 所以一定要先分清 徐傅相本就不高兴了 又听到这种话 让人毫不意外的爆发来争吵 你先吃啊 我就会吃完啊 你肯定吃不完的 但我就不喜欢这样的 不是不知道 你肯定吃不完的啊 所以我说一半嘛 分好就好了嘛 好你分 奇怪 很奇妙 徐傅翔独自坐在院子里生闷气 陈奕涵也吃不下了 躺在沙发上落泪 其实这对夫妻之间 一直存在许多隔阂 一是徐傅翔 没将银行卡密码告诉陈奕涵 那你想知道我银行卡密码吗 二是相较于伴侣 徐傅翔更像是陈奕涵的庸人 陈奕涵让徐傅给他拍照 各种要求层出不穷 我要甩头发 你要甩头发 对 很自然的 你叫我 我要慢隔的回蒙 坐缆车时 陈奕涵也坐得离徐傅翔很远 我不敢动 我不敢动 两人蹲山途中 双座休息 徐傅翔也要伺候陈奕涵 接待再重绑一下 你帮我 好 去 要出发了吗 我还没绑 好了 别人命都不是命了 老公的命 而徐傅翔只要稍微反抗一下 陈奕涵就会生气 徐傅翔害怕别人给他包耳朵 陈奕涵非要强巧 但徐傅翔还是克服不了内心的恐惧 一直表现得很抗拒 陈奕涵就生气了 不啊不啊不啊 走走走 走开了 表现不好 好 吃素 玩粘土时 陈奕涵照着徐傅翅捏了个小人 可徐傅翔却捏了个寿司 陈奕涵又生气了 为什么那么难做你 你就哪个我寿司给我 证明我捏很久 我还有芥末 我眼中只有你 看看 不可以玩了 你so boring 最后徐傅翔只好再为陈奕涵捏一个小人 他开心 除了包容陈奕涵的小脾气外 徐傅翔还要忍受陈奕涵天马行空的想法 例如看到一只苍蝇 陈奕涵也会想当宠物养起来 我感觉好像别人跟他是朋友了 不可以养 偷偷养 徐傅翔已经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人了 可陈奕涵的猪 其实无限度的 但是我会不会让你找到某渠物养